大家今天要讲这个 古往今来的政治暗杀 我们不要讲到 就是《史记》里面的刺客列转那些那么久远 我们由现在最新鲜的一件事说起 有一位前民运分子的美国律师李俊俊 就是在前一段时间 被一位25岁的姓张大陆来的女子 是惨杀 我们看到这件事是极之不尋常 现在美国已经拘捕了几个人 这几个人都和中共的情报部门 或者国安部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话说这个行空是非常狠难 还有有效 他就带了两把刀 一把就隐藏着 一把就用来行空 在很短时间切断几条大动物 置他于死地 就是将这个李俊俊打死 而我们看到这位女士 在之前 她也参与过一些政治的组织 或者去过一些 争取民主自由 对抗中共的示威 和海外的民运分子 是有一定的接触 而根据很多和她有接触的人 人士的回忆 她是一个非常正常的 一个25岁的女孩 她也没有任何精神病的倾向 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是这样 这个是有预谋的一个谋杀活动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政治暗杀 或者政治行刺 是多过一个一时气氛 没有人一时气氛 会斩你四条大动物 是经过一个严格的训练 虽然很短期的严格训练 我认为 从这件事可以看到 真是她虽远必须 她任何对政权来说 是眼中钉的人 她都会除去的 曾经在香港做过研究的 掌握了很多关于新冠病毒的 机密资料的那位学者 叫闫丽梦 她在大陆走出来的时候 也曾经要躲避 她老公可能有一个不轨的企图 就是她老公也可能 受到政权的指令 要置她于死地 这些事零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我们讲到 中共的老大哥 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 一默相承 他们那种政治行刺 其实是无所不用其极 而且花款繁多 在苏联时期 他们拿着雨伞的尖 即是有剧毒 就可以无意中在伦敦的街头 扮碰到你 一刺到你 你就立刻刮到 在这个 KGB的头子普京 就做了这个 现在 俄罗斯的 终身总统之后 他也多次 搞这些国外的暗杀行动 有一位疑见人士在伦敦 又是伦敦 在日本餐厅中 这些国外的政权才懂得这些政治暗杀 所以史迪威就是应该要听命于蒋介石 但是因为史迪威背后就是罗斯福 所以就觉得自己很恶 而且他本身是一个偏执 和脾气暴躁 极端种族歧视的白人优越 一个这样的怪人 所以他就对蒋介石行之入骨 多次是计划 要秘密暗杀蒋介石 而所有这些东西在解密资料里面 证据确作的 写这个蒋介石 转的Taylor 他里面就引用了很多 很多美国的 情报的资料 原来史迪威也很厉害的 一是想想做一个假的飞机失事 就是整个引擎故障 整瓜这个蒋介石 或者下一些毒药 令到蒋介石吃了 就是在厌尸 死了之后厌尸都厌不了的 很厉害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 最后就 就是没有法子实行 没有法子实行 就去到 蒋介石和史迪威的斗争去到 势城水火之后 罗斯福是在无法可思之后 最后就换马 将它持走 然后换了这个 毅德埋 所以这件事最后落空 在60年代 古巴这个导弹危机 我们众所周知 卡斯特罗 就成为美国后院的一个隐忧 当时的美国总统 金乃迪 亦都是指示这个 美国中央情报局 是多次想方设法 是要弄坏卡斯特罗 但结果又不成功 但是我们看到最厉害的 就是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就是对这个 ISIS 以及 Bagadadi 以及索里曼尼 这三个东西 是觉得 他们对美国的威胁很大 而且他们下下就是 在中东 是做很多恐怖的活动 尤其是索里曼尼 他根本就是伊朗的 就是所谓的名义上的 第二号投资 但是 伊朗当时是 滲透了整个中东地区 阿拉伯国家 黎巴链 这个 和敘利亚 伊拉克 所有这些地方 所有的这些恐怖活动 几乎背后都是由他策划的 这个就是美国最大的敌人 但是在奥巴马时期 就束手无策 Donald Trump就不会说 不就会做 就是说有什么方法 可以斩首行动 就是 斩草除根 是吧 琴拆先琴王 堆倒了他才说 于是 在Donald Trump四年里面 成功地堆倒了ISIS的老闆 堆倒了反美的Bagadadi 堆倒了索里曼尼 令到美国 就稳定了中东的局面 其实同一个时间 要减少对那些平民无辜百姓的伤害 所以就是说 结果都是Donald Trump成功 我认为在国际关系里面 就无必要说那么多耶稣 如果他是视你为死敌 亡你之心不死 他用这种方法对你 其实你有时候 如果能力许可 要用同样的布在他身上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你那个计划一定要成功 所以其实现在 俄罗斯 一方面又说 散布一些 一些放风 就说他会和谈 但是在讲和谈的同一个时间 普京呢 就天天这样残杀无辜的 这个 乌克兰的平民 烂炸的那些城市 破坏了那些建设 根本这个是一种犯罪 反人类罪 这个根本就造成了 就是 过百万的难民 是吧 那么 这个本身就是 其实你说什么和谈 如果你说和谈 是真的有一个基础 就是最后无论 结果如何呢 普京都可以下台 但是现在普京就是一个罪犯来的嘛 这个罪犯你就要成之于法 如果你说有效呢 就我觉得呢 美国的一位参议员 Lindsay Graham 就说得很对 你把普京 算是索利曼尼 如果Donald Trump 仍然是总统的时候 他就不会说 不过会做 是吧 我可以大胆说一句 如果你 琴擦 先琴王 斩首行动 就是将这个普京 在人间消除之后呢 我认为俄罗斯的那个 剩下来的那个政治机器呢 一定不会报复 而且不知道多开心 是吧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东西呢 就是说那些 那些苦人之仁 那些虚偽的偽善呢 是没有意思的 所有左交右交 一到你是交的时候呢 你就是废的 就是我觉得呢 这个世界呢 始终是要相信呢 那个实力 没有实力的话呢 空口说白话 是没有用的 而我们说到呢 这些所谓政治暗杀呢 就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那如果我们看到 那个政治暗杀的过程呢 我们也都知道呢 可以反映到那个政权的本质的 好像这个苏联 这个社会主义革命 是吧 讲到很伟大 国际马斯主义运动 讲到很崇高 那其实 这个所谓意识形态之争 大家争做教主 无论你史大林或者托洛斯基 在列宁死后 究竟谁是代表正统呢 这个是无谓的争拗 因为两个都是邪恶的 那我就推荐大家 找一部影片呢 就是应该是 七十年代的影片 那就是那部电影呢 就叫做 The Assassination of Trotsky 就是主演做对手戏呢 就是李策波顿 和这个阿伦迪隆 阿伦迪隆呢 就是起家做那些杀手的 无论是路海沉丝 就是后来这个 麦迪文翻拍了的这部电影 就是 或者独行杀手 里面就是那个都是经典的场面 那么阿伦迪隆呢 就飾演一个杀手 就杀死这个托洛斯基 里策波顿这个沙剧演员呢 就飾演托洛斯基 那么 话说呢 这个史大林呢 在194年呢 就是1929年呢 托洛斯基已经流亡海外 但他要斩组除根 要追杀这个托洛斯基 就涉而不舍地追路 194年年的墨西哥呢 就找这个指示一个杀手呢 用一个很凶残的手段呢 就杀害了一托洛斯基 就杀鸡警候 那么整个过程呢 就是这部电影里面 都要有很势力的描述 还有很多内心气 阿伦迪隆为这个杀手呢 为了要增加自己的那个仇恨 还有那种的 那种的 血腥的那种的 冷血呢 那么他呢 就去看这个斗牛 就是你知道 西班牙或者 西班牙裔的国家 好像墨西哥等 他们都有这个斗牛 那些很凶残的运动 那么他看那个斗牛 然后增加他那个 那个 那个 暴力的那种 冷血的那种的决断 那么呢 他用的空气呢 就非常残忍 非常残忍 就是用一个作冰的冰作 就劲生作死这个托洛斯基 那么这个过程呢 就不是说很血腥暴力 就是在电影里面 但是那个 电影的那个电影的 震律感 还有那个 那个 张力呢 是拍得非常之好 那么从这个 这个托洛斯基 和这个 斯大林的 权力斗争 两个争造教主 这些 这些恩怨 情仇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共产主义信仰 是多么恐怖 那么今天的节目 暂时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